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自己生活在港湖五十多年 我仍就坚持知道我走的路是对的 李燕秀接下来回到立法院 我的服务向来是不分党派 我在立法院的问证我也不会分蓝绿 我会秉持我的初衷 国家现在面临太多的挑战 无论是两岸的议题 国际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我们台湾的很多社会福利 我们都要更努力的去调整它 接下来当然面临 接下来立法院三党的状况 我必须要呼应 如果按照总统这个盘走下去的话 賴清德恐怕 如果他有当选的话 恐怕他要思考 如何丢出阻隔权 让未来整体的国家运作都会更好 我觉得这恐怕也是他要思考的方向 总而言之我感谢所有港湖湖心 对我每一票的支持 林燕修会加油 我们终于拿回来了 谢谢所有的好朋友 谢谢蒋万安 谢谢李四川 谢谢你们大家 谢谢所有的里长们 更感谢我所有的团队日夜陪着我 感谢大家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